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宏观的角度理解文章 议员应该掌握一定的宏观阅读策略 这些策略可以帮助议员快速地把握文章结构 并有效地节约阅读时间 在某些紧急场合下 议员没有时间逐字逐句通读全文 也可以借助宏观阅读策略解燃眉之极 事意中宏观阅读策略包括三个要素 把握文章主题 理清逻辑关系 体会作者意图 把握文章主题就是指掌握文章主旨 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围绕一个交际主题展开的 在很多情况下 文章的主题直接出现在题目中 或开篇的第一段 也有些文章会将主题放在末尾 议员要在充分理解文章语言的基础上 快而准地找到主题 只有准确地把握了主题 才能清晰地了解作者想要阐述的观点 加快理解过程 理清逻辑关系是解剖文章的重点 也是宏观阅读的难点 议员可以通过套用不同文章的结构类型 加快阅读理解的过程 如议论文常用的结构为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说明文常用的结构为 表象、内容、引发思考 简报报告常用的结构为 情况总数、数据分析、说明问题或归纳总结 有了对逻辑结构的把握 理解、记忆、解码、转换的过程 才能顺利展开 译文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才能有所保证 把握作者意图 是宏观阅读的基本原则 作者通常以主题为切入点 通过撰写文章表达自己的主张 实现写作意图 议员的任务是实现作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 因此议员在宏观阅读时 应全面了解作者所要传达的诉求 只有把握了作者的交集意图 才能实现准确有效的理解和表达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 示意中的微观阅读 微观阅读 顾名思义 是从微观角度来解析篇章 以获得信息 微观阅读 是对篇章内容各单位 如词语、短语、句子、段落的消化理解 是对作者写作意图 与交集目的的深入认识 示意中的微观阅读策略 主要包括关键词识别 聚间关系分析 推理性理解和层层推进疏理等 关键词识别是指将词作为解析对象 关键词是文章主要信息和中心思想的突出点 通常不会单独出现 一般和前后文存在语意上的关联 如重复、泛指、同意性、反意性、上下意关系或局部整体关系等 掌握关键词及其前后内容的关联逻辑 是微观阅读的切入点 语言可以通过关键词获取主要信息 从而加速整个示意解析的过程 如下面这句话 冬季打折季是购买靴子的大好时机 因为靴子不会被任何季节和潮流所淘汰 冬季打折季 买靴子 因为 不会被淘汰 可以被当作这句话的关键词 分别表示时间、事件、逻辑关系和原因 根据关键词可以夺出译文 The winter sales season is the perfect time to buy boots because they defy the passion of seasons and trends YOURU TaoBaoMore said last Monday that it would increase annual membership fees from 6,000 yuan to between 30,000 yuan to 60,000 yuan depending on the type and scale of the business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 TaoBaoMore Increase annual membership fees Type and Scale 分别表示对象、主题和条件 根据关键词 我们可以得出译文 TaoBao商城上周一称 将把年度加盟费由6,000元人民币 提升至3万元至6万元人民币不等 具体收费将是企业类型和规模而定 具间关系分析 是指从逻辑角度分析句子之间的承接关系 议员应跟随篇章思路 通过预测、检验的方式 理清具间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 议员要在阅读时 对下文内容进行预测 并随之在继续阅读中 检验之前的预测是否正确 具间关系可以根据连接手段来分析 如其次、另外、as well as 表示并列关系 但是、然而、otherwise 表示转折关系 所以、因而、thereby 表示因果关系 之前、after 表示时间的承接关系 总的说来 in conclusion 表示总结 例如 such as 表示列举等等 推断性理解 主要是指议员 根据篇章的字面意思 推断出作者的意图和观点 以及字里行间的隐含信息 是议员理清逻辑关系 和把握议文整体风格的重要途径 议员必须透过作者的措辞风格 或文章的语法手段 深入体会作者的意图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阅读中提到的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如、虚拟语气 通常表示建议、态度或观点 是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假设 在示意时 通过推断性理解 可帮助议员更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行文逻辑 层层推进梳理 是指详尽梳理篇章脉络 这个策略可以运用在篇章分析的各个层面 各段落与文章主题的关系 各段落之间的关系 段落内部的句间关系 各句特别是较长的复合句内部的关系 这种由外及理 由面到点的层层推进方式 使议员能够充分理清 篇章脉络 翻译起来 游刃有余 在示意工作中 特别是作为同声传译准备阶段的示意训练 应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呢 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B站一名UP主所做的示意演示 我们都知道示意是同传的基础 在竞相开始练习同传之前 示意的基础一定要打牢 那所以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示意需要练习到什么速度 我在右下角这里放一个秒表 这样的话等一会儿我开始翻译的时候 就会启动这个秒表 通常来说呢 完成的时间应该是等于 这一段的英文字数除以3的 比如说如果这一段的英文字数是150个字的话 那除以3 你就需要在50秒之内完成这一段的翻译 这样的话等到竞相的时候 在听力没有问题的时候 才能够相对比较容易的 能够跟上音频的速度 那我们就开始练习吧 从It was 开始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差的时代 这是这本书的开头 他在哪儿听过 他不记得是在哪儿了 又或者是这是最差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 不管怎么说 都准确描述了这几个月 也就是他94年刚刚幸运抵达纽约的那段时光 他妈妈不再相信他可以找到工作 把他踢出了房子 他什么都没带 路上冷得不行 从Buffalo到纽约 只带了一两件呼地衫 一个象棋盘 还有一个象棋钟 他很擅长用玩象棋 这是他觉得他所需要的 所有在纽约立足的东西 大家一定非常惊叹于 这位小姐姐的示意速度 用一幕十行来形容 她的阅读速度 应该不算夸张 在工作中 示意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通过阅读迅速获取信息 此时快速阅读显得尤为重要 快速阅读的主要方法有 通过掠读 也就是skimming 迅速获取核心信息 通过寻读 即scanning 寻找特定信息和词语 以及通过细读 也就是scrutinizing 获取文章细节 除了掌握以上方法 语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比如 没读习惯 避免竹子阅读和回读 养成读后回响的习惯等等 当然 提高示符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示符大 就意味着能一下子输入 较多的信息 像感知画面一样 感知文字 以画面为单位 而非传统的以字为单位 这里 有两种试符训练的方法 可以帮助大家养成 宏观感知的习惯 第一种方法是 视野扩展训练法 我们习惯于一眼 也就是诗意中所说的试符 只识别一个点 通常也就是一个字 图中这种扩展视野的训练 就可以帮助你 像感知画面一样 去感知文字 经常做下图的训练 你就可以一眼看清一个面 请大家看着这张图 按照我的提示 一起尝试一下 请先将焦点 落在图中心的圆点上 然后有意识地使你的视野 均衡地清晰地向外扩展 以看清内部以及外沿的所有箭头 并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清晰视幅 随着箭头方向不断向外扩展延伸 第二种方法是舒尔特训练法 舒尔特训练法是帮助我们的眼睛 在清晰视野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最佳训练方式之一 它可以通过动态的练习锻炼视神经末梢 培养注意力的集中 分配和控制能力 扩展视幅 加快视频 提高视觉的稳定性 辨别能力和定向搜索能力 该训练对培养高效的宏观感知非常有效 舒尔特训练法的基本方式 是在训练时 视幅均衡地看清整个表格的所有数字 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找出数字 用笔点击该数字 平均一个字符最多用一秒钟找出并点击 也就是说9格用9秒 16格用16秒 25格用25秒 以此类推 下面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请大家按照顺序 找到这个图表中的数字1至16 时间是16秒 开始 时间到 请大家按照顺序 找到这个图表中的数字1至25 时间是25秒 开始 时间到 经过以上两个图片的练习 大家感觉如何呢 总之 视幅的训练和视义的阅读训练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毕竟 熟能生巧 在这一小节中 我们主要介绍了 视义的宏观阅读 微观阅读 和快速阅读的方法 以及视幅训练的两种方式 希望大家从本节课程中有所感悟 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示意阅读方法 感谢聆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